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起冲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呢就是我们的回教党主席 哈迪阿旺 他最近又在发电乱讲话了 他之前呢已经讲到没有话讲了 他想来想去呢 真的是不知道找什么话来讲了 现在呢真是找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来讲了 他今天他就说呢 他说呢这个火箭呢 他就很像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这样 他到最后呢会把整个巫统给吞掉 OK这个就是哈迪阿旺讲的话 我今天呢我要以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个哈迪阿旺的这一番话 第一个角度呢是用史实的方面来解读 第二个呢是用呢 哈迪阿旺呢 他的动机的方面来解读 OK 首先呢我先从史实的方面来解读了 哈迪阿旺他说 这个 行动党 马来西亚的行动党火箭 到最后会变成像 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然后慢慢吞掉这个巫统 OK 这一点我们不可以否认的是呢 马来西亚的民主行动党呢 其实原本就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哈 当初是李光耀创办的 李光耀创办的那个是全马来西亚的行动党 包括新加坡 哈但是因为呢 大家都知道1965年的时候新加坡分家了 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 然后呢 留在马来半岛的 那些人民行动党呢 就要变成另外一个党就是民主行动党 哈所以呢 从Origin来说的话呢 民主行动党的确是从人民行动党来的 这个没有错 但是呢 但是呢 后期的发展呢 就已经是一个天南一个地北了 哈 就好像呢 哈 你要知道了 我们马来西亚的马大 跟新加坡的国大本来是同一间大学 然后就是因为新马分家 结果变成两间大学 然后现在也是天南地北 就是这个分别 哈 给 所以呢 你如果要拿 现在的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跟 现在的 马来西亚的民主行动党 两个拿来相提并论的话 或许 他们还有很多的共同点 但是他们历史的走向已经是全然不同了 哈 所以我说 第一个角度我要用历史 的角度 来解读 你要知道 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 他在新加坡 他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也是整个行动党呢 最大那个党 他甚至不可以说是最大的党 绝大多数时候 他甚至是唯一的党 整个新加坡就是人民行动党 说了算 整个新加坡呢 80%的人口呢 是 花人 然后呢 新加坡又这么小 李光耀呢 可以完全按照他自己的那一套 随心所欲的 设计跟发展 这个新加坡 到最后他也做到很好了 OK 所以 国情跟民情完全不一样 你要知道 李光耀 他的人民行动党 在新加坡这片土地上呢 可以任他发挥 所以呢 这就是当年的人民行动党 然后我们看回我们马来西亚的民主行动党 首先 马来西亚 最大的党 是什么党 是民主行动党吗 以前最大党是武统 现在最大党是回教党 但是呢 其实实际上如果你要用党员来算的话 最大党依然还是武统 就好像 马华 马华的党员呢 是 行动党的十倍 但是呢 他的 议席呢 也是 行动党是他的十倍 还有多 OK 大概是这个 所以呢 一个党 的大小呢 他的党员的规模呢 跟他的议席呢 是不成正比的 OK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用讲 我们跳过了 OK 我们就讲回 在马来西亚 民主行动党的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最大党 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 没有可能像新加坡 的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成为最大党 甚至是唯一的党 甚至不可能的事情 在马来西亚 大家都知道 民主行动党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政党 这个是没有办法否定的事实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定位呢 你是不可能成为最大的党 最大的党 我们大家都知道必然还是有马来人主导的党 不是武童 就是回教党 只有这两个 即使是慕尤丁的土团也很困难 老实说 可以成为 马来西亚最大党 怎样都是回教党跟武童 两个罢了 然后呢 我们看人口结构 刚才我说新加坡人口 80%是华人嘛 马来西亚的人口呢 马来西亚的人口呢 70%是土著 60多%是马来人 华人只占了22多% 这种情况怎样跟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比 完全没有办法比 所以我就说 从史诗方面来看的话呢 你要把 马来西亚的民主行动党 跟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相提并论 根本都不是同意给德格利 怎样相提并论 所以我告诉你 即使是哈蒂阿旺自己呢 也非常的明白 他举了这个例子 这个相提并论是 非常荒谬的 就好像当年呢 这个 《千剑七虾传》 里面的那个刘靖元 他就曾经说那个拜业教主 你创办了拜业教 其实连你自己 你都不相信拜业了 大概是这样的道理了 其实呢 我相信哈蒂阿旺 他讲这一话的时候 他心里面也很清楚 根据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呢 这个 马来西亚的民主行动党 是永远不可能成为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OK 我讲完这一 part 我现在在讲第二个 part 就是呢 他讲 这个 民主行动党 火箭 会慢慢的吞掉这个 武统 这里我就想问你了 武统啊 在这一届大选里面 所输掉的那些议席 有哪一个是输给火箭的 你告诉我 好像没有吧 武统好像没有一个议席 是输给火箭的吧 应该没有吧 输给火箭的都是马华吧 不是武统啊 有吗 好像没有啊 有也是很少很少 你看回去 武统所输掉的议席都是输给谁 都是输给这个国门 就是 不是输给这个 回教党 就是输给这个 土团 有些输给工程党 但是 直接输给火箭的好像几乎是 是没有了 所以 我就想问一下哈蒂阿旺了 你回教党 你的土 你的土团 你的国门 吞掉巫统 这么多议席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们 火箭将会慢慢吞掉巫统 我都莫名其妙 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 只有你自己 才说服得了自己吧 你说服不了别人了 对不对 OK 这个第1个阶段 史实的方面 我讲完了 我现在讲第2个阶段 第2个阶段 让我说呢 我们从哈蒂阿旺的动机来解读他这一番话 其实呢 哈蒂阿旺现在也是非常的头痛 他已经找不到子弹来攻击这个希盟了 之前呢 他是满怀希望了 这个安华呢 最好 再给回这个陆兆福 行动党 做回财政部长 国防部长 内政部长 交易部长 这样他就有满满的子弹 每天论 哇这个国家沦陷给华人了 这个国家沦陷给行动党了 这么重要的位置 都给行动党拿去了 我们呢 没有明天了 大概是这样的大戏 本来他满心期待要上演的 但是 后来安华的内阁 一宣布出来 他下巴都掉在地上了 我好像找不到东西攻击这个行动党 所以那段时间 他沉寂了蛮久一下 但是 他沉寂了一段时间过后 他觉得不对路 我不可以什么话都不讲 接下来呢 他就开始讲些非非的话了 包括今天他讲这句话也是很非的 他说 马来西亚的民主行动党 总有一天 他会变成像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然后慢慢的吞掉武统 已经完全不需要任何的逻辑起初了 想讲就讲吧 OK了 所以我就说了 所以当哈蒂阿旺 他找不到子弹 来 苏这个 西蒙 苏这个行动党的时候 他就要乱讲话了 完全没有逻辑起初的话 他也讲得出来了 现在你可以看他讲的 就是 这个 行动党呢 会变成了 这个 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然后慢慢的吞掉 这个 武统 他还有什么其他 更加有逻辑一点的话吗 好像没有了吧 然后他的动机是什么 他的动机来来去去还是同一早 就是呢 他 就好像以前的武统这样 他现在呢 就是要在广大的马来社会里面的 制造一种危机感 告诉马来人说 行动党是万恶 华人是万恶的 只要你们稍不小心 稍不团结一下 这个国家就给华人跟行动党拿去的了 永远都是这一套 以前 这一套的主角呢 是武统 现在呢 这一套的主角变成回家党了 所以呢 他现在呢 即使他找不到子弹来骂这个行动党的西蒙 但是他就开始乱讲话了 主要的就是 他要 继续恐吓马来人 你们一定要团结来支持我 不然的话 你们的国家就给华人跟行动党拿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 哈蒂阿旺的动机 已经非常的司马招之行 路人皆知了 OK 说到底了 我还是讲回那句话了 就是 哈蒂阿旺每天讲这些话 警察真的是不抓 我说 那种 煽动法令 煽动种族 煽动宗教 我觉得他应该是死一千次都不够吧 啊 但是都还没有事情啊 我真的很奇怪 啊 好了 so 我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